请深理财快快发财 大家好欢迎收看课新闻 我是Shana 晶圆电子爆发群聚的感染 感染的人数高达195人 停工了48小时进行消毒 预计这次的停工会使6月的产量 减少了4-6% 而染疫的风暴也延烧到了台积电 传出有一名新增的确诊员工 该员工和晶圆电子刚好是同住的家人 台积电这边也回应了 这名员工过去几天并未进公司 感染源也已经确定了 其余的细节他们不多加的阐述 台湾的晶圆代工跟IC风测 是位居全球的第一 而台积电已经建立了全自动化产线来抗议 但下游的IC风测还是需要大量的人力 而晶圆电子在全球半导体风测 实战3.7%哦 一旦这个疫情风暴持续扩散 导致半导体产业停工 恐怕让全球晶片荒更是雪上加霜哦 分享这则新闻给大家参考 特新闻我们下次见 拜拜